字幕 李宗盛 Hello 各位Mosomie大家好 欢迎来到导宝天地 我是Miva梁卓善棉花 今集我们会和大家讲讲产后条理 10月怀胎的确不简单 在宝宝在自己的肚子里面 真的非常紧张 自己身体要健康、要够精神 到宝宝顺利生产 真的可以叫做送一口气 但是会不会忽略自己身体健康 妈妈要养精蓄润 有好的身体和体魄才可以继续照顾宝宝 所以产后条理好好照顾自己 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产后食疗顾问 盧小姐和各位妈妈说产后护理的心得 你好 欢迎老小姐 你好 多谢 因为我听过有很多妈妈说 原来生完宝宝之后 只要你好好一个产后的条理 其实自己身体比起未生产之前 会更加健康 原来产后条理是这么重要的 盧小姐和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产后条理这么重要 以及是如何互利的呢 我们产后条理最主要是分食那方面 要很注重这方面 其他有很多周边的东西要支持妈妈 去关心她 帮助她 心情方面也佔了很大部分 以下来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去帮忙 让妈妈在坐月期间更健康 一般说要调理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 有没有说生产后多久就要开始调理呢 其实一般来说 说出来好像很夸张 其实最好做足是能够100天 即是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左右 对现在的现代女性来说 但现在因为基于大家要上班 很多时间上限制了 大家就以为坐月只有30天 其实30天内未必真的足够 由头到尾 保得最完美的做法 但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去补 都能够做到的 但如果你说问我一个专业的意见 可以跟大家分享 100天是最好的 有没有说生产完之后 有没有说生产完之后 会不会说要心急点 快点 寶寶一出生的时候 第二天就立即开始用食疗 和汤水去补生呢 不需要的 其实我们都分了几个阶段 去和妈妈去调理 是 因为为什么呢 最初产后 很多女性都很注重胃毛乳 我们首先要和妈妈做好一些 脾胃功能的处理 去风去水 当她的身体稳定了 我们会和她踏入中期 去滋阴氧血 对到后期 我们才着重去和妈妈保气血 就不能够说 寶寶一生出来 我们很心急 就去给一些很躁补的妈妈 去给她食用 反肢也不常失 如果下得过重 吃得太饱 会出现什么反应 如果小质的 可能妈妈会说 我可能口腔里面 会有牙肉肿痛现象 会生一些所谓非脂 会不会太粗 没错 还有一些表现 就是她睡不着觉 她很累 但是她很想睡眠 但是做不到这件事 甚至乎她在手间鱼翅 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现象出现 更肝硬 所以要很小心处理 不要太早吃太肿的保养 而今天盧小姐 特别会介绍不同的汤水 和食疗 是帮助不同阶段 就是生产员 像刚才说 循序占重很重要 没错 会分成产后的初期中期 和后期的保健方法 桌面上看到很多中药 是不是一般产后的条理 都会依靠中药的条理 没错 一般来说 我们保身一定要靠中式的药材 去和自己调补 本身药材 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特性 去如何帮妈妈去处理好身体 好像我们现在桌面上 这一碟这样 最初妈妈生孩子 后很想做一些喂人奶 我们也鼓吹喂人奶 对孩子和妈妈非常健康 譬如一些通草 会用来通雨线 一些淮山和一些熟义人 可以做好妈妈的脾胃功能 当妈妈稳定了 上奶又好了 我们可以进入中期的条理 例如有一些 妈妈拖了孩子这么久 腰骨有尺痛 我们会用一些道种 或者有些妇女说 我生了之后 会有脱头发 多了白头发 我们用一些齐手乌 去帮它尿你 有一些党心 就是补气的 杞子就是明目的 好了 到中期这一部分 大家都做好了之后 着重一个手气 就是补气补血的 例如磨胶 人心 石核 或者驱风的村公 这些药材 变成一个汤水 食疗去使用 有没有说要煮肉 煮鸡 或者是如何烹调 有的 其实都大致上分了两样东西 第一可以配肉 去做汤 第二可以不下肉 去做一个代策 一个饮品 准备自己 就更能够事半功倍 例如初期的汤水 例如我们配猪手 这些就很能够上奶的作用做到 到中期的 我们可以简单些 用猪剪 瘦肉 也可以做到一个配对 后期我们可以配烏鸡 那就更加保气保血 可以做到这一样东西 应该都挺好吃的 不会说中药给人的感觉 那些药材会很苦 又未必是适合喝的 应该可以当是 孕妇一路吃饭时的汤水去喝 没错 食疗的主要情况 就是我们希望 一个产妇不是一个病人 我们希望他从中在日常生活里的饮食 可以帮助他调理身体 妈妈也不是一个病人 所以没有需要每天去饮药 所以我们用汤水和饮品 可以帮助他重做他的身体健康 就更加好些 除了用中药来保身 药材保身之外 在一般产后的 我们刚才说过 吃饭 又或者有时会不会 有时会口淡淡 可能生完之后 想吃多些生果 或者甜品 其实在普通我们吃饭时 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烹调的方法 产后的妈妈要特别要注意呢 这个必须要注意到的 首先我们讲我们的午餐晚餐 我们都很建议一个产妇 就是吃的味道要清淡 大家现在都很鼓吹 小盐小糖小油 这个是必定的做法 加上不可以用太多重手的醃料 一些未蒸的东西不可以吃 烹调法都很要注重 例如我们建议妈妈 会吃一些蒸的 炆的菜 清淡 简单些 容易消化些 可以吸收的营养 菜类也有分类 例如我们要正气一点 吃一些菜心 菠菜 有铁质 西兰花 维生素更高 一些寒粮的菜 大家都知道的 例如小糖菜 西洋菜 白菜 西洋菜 都不適合菜鱼期间食用的东西 至于生果类 我们也建议妈妈 吃一些偏为蠔色的色素 例如车梨子 士多啤梨 这些都是很适合铲后去食用的 嗯 有没有什么生果最好都不好吃呢 如果你说最不好吃 例如菠萝 很湿热 因为妈妈在铲后 其实它的荷尔蒙一直在转变 如果吃了一些太湿热的生果 会引起一些可能产后风 敏感症 妈妈又要顾及胃母鱼 又要料理自己好的身体 要吃西药就不太好 因为要给人奶嬷 原来饮食方面都要注重 也不能说生完嬷之后 可以大吃大喝尽情去吃 就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这样 生冷的食物都要好注重 酒类都不能饮用 尤其是要胃母鱼的妈妈 更加要注意 对不对 对 胃母鱼的妈妈 和腐腹产的妈妈 都要好注意这件事 因为腐腹产 你多了表面的伤口 比如说你吃了刺激性的食物 就会令到伤口容易发炎 红肿 甚至出肉芽 虽然这些敏感的部位 但我们也希望好好保养它 比如刚才所介绍的中药材的食料 也有没有分开刀和顺铲 都会有不同的补法 都会有的 我们也会最注重 其实就是建议 以妈妈的体质 如何和她自己保 是的 因为大家都听过 有些人说虚不受保 是的 但有些女性 就比较吃得一些 比较重手的中药 我们主要是希望 你询问自己 相熟的医师 或者专业人士 去帮你做好食料给自己 因为我听过以前 比较古老的方法 可能是妈妈那辈子 就是说 你生前又会 特意看医生去收拾 十三太保 然后生后 就要吃这个汤 吃那个药材 这样的 其实 现在 我们现代的女性 和以前 就是妈妈那辈子的女性 那个补法 会不会是有不同的 绝对有不同的 因为以往我们上一代 妈妈那一代 其实就真的 生活艰苦很多 有饭吃 有鸡吃 就是很补的东西 这个正确的 在他们的生活文化里面 但是现在 我们现代人 其实营养 已经很充足 很充足 而且现在的食物链 有所变化 我们新一代的妈妈的体质 和以往 都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所以我们绝对 就要知道自己的体质 需要如何调理 吃什么药材 分量 准质 如何 去帮助自己 做好的身体 更加强助 这样才是合当的 是啊 所以就是要留意 可能 妈妈背 或者妈妈 看到孙女生子 可能就在 不知道哪里 执包药材 就说 我那个年代 都是喝那些 就给了你喝 就未必是真的 有这个 好的事发生的 不要乱喝 没错 没错 因为以前有些 十三太宝 产后要喝什么 白珍汤 其实都是 应该 以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 分量去配对 就不是说 一包这样的汤 就可以做完 所有妈妈不同的体质 比如我们现在两位女士坐在 在座两位女士 大家都是顺产 或者大家都是破腹产 都好 但是大家的身体经历 都有所不同 所以 变成了出来的效果 我们怎样去衡量一位女士 去正确调理自己的身体 那这个就真是 文化专家的意见 会比较好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关注自己健康 关心你身边家人的健康 都要征诚专业人士的意见 以及找医生去帮帮忙 说起家人 一个妈妈生产后 之前压力很大 生产后压力也不一样减轻 所以 魯小姐 有什么可以再提醒 可能 爸爸 或者家庭 奶奶 老爷 是如何协助 一个新任的妈妈 有个孩子 如何照顾他们为之 比较好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吃在菜月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 最基本的东西 千万不要照顾不好 吃菜月先 因为对妈妈的身体有影响 也直接对孩子有影响 是的 第二方面 就是家人的支持 为什么会说到这一点呢 因为很多新妈妈 就算她再度怀孕也好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压力 嗯 BB顺利出生之后 那个健康程度 照顾 各方面都有所担心的 还有最重要的 妈妈控制不了 就是她那个 荷尔蒙分泌 身体里面 和在怀孕期间 转变已经转化很大 所以 譬如说家人 尤其是先生 要更加支持她 安抚多些 或者家中有什么事物 都尽量去帮忙一下她 是的 陪伴一下她 这个也是很大的鼓励 对一个新任的妈妈 无论她做到几次妈妈都好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但是也有很多担忧的事 所以大家都要注重这些 嗯 说得非常之好 所以 爸爸 有看着我们的妈保天地 要留意一下 就是 你是妈妈 你也是爸爸 有一个好的家庭 就是一家人 都要团结 就是是力量 我们说回 飲食那方面 很多时候都会误会了 妈妈吃的东西 就会只有妈妈吃 但是我们讲求家庭融合 或者可能煮开饭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食料 或者可能是汤水 或者可能爸爸未必适合喝的 有没有一些可以适合一家大小 同时又可以补到妈妈身体的 一些特别的食料 都是主张的 因为一个女性是她去 今次做一个生育的过程 我们始终都一定要针对 就是说 以妈妈作为最大的 影响力 身体上的变化 去针对她的身体去做 所以 其实真的有一些补汤 爸爸或者家人 是不适合饮用的 譬如一些通乳汤 有一些去恶路汤 男性来说 都没有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 为什么会有一个 专业的知识 去了解这方面 去帮助一些产妇 去做一个饮食 就是这个情况 是不同的 因为最重要的是 体质不同 喝的东西不同 你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 喝了下去 其实好像是 多余了出来 这样 那如果真的 譬如买菜那方面 可能要有个 飞龙姐姐去买菜 又或者甚至乎 爸爸 看到妈妈这么辛苦 爸爸就身兼 没有吃另一边 就帮忙做家务去买菜 那有没有特别 在每一餐 加一些什么食材 那让一家人 又可以吃得 又適合吃的 或者是什么菜 大家一家人 又可以吃呢 最基本的 其实我们的菜 方便 就是说 离不开都是 猪牛羊鸡鱼 但是要留意 譬如破腹的妈妈 我们牛肉类 鸡蛋类 就不能够太早吃的 那时段 大约都是两个礼拜 就是生产之后 两个礼拜 就是小心这个状况 也不是说两个礼拜之后 妈妈本身胃口很喜欢牛肉 我不停开始去吃 其实都不是 我们除了很肯定 表面的伤口 好了稳定了 慢慢开始食用 慢慢等身体去接受这些东西 而没有影响它 那当然 你说 爸爸想一起吃 那我们都要以妈妈为主 产父为主 蒸菜炖菜 蒸鸡鸡 这些都很适合大家一家大小去吃 其实都很健康 而且爸爸都趁这段时间 学习一下吃清淡的食物 其实对自己身体 根本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对啊 会更好的精神 帮忙照顾BB 对啊 一家都可以健健康康 那我们不如分享一些产后小知识 因为很多妈妈生完BB出来后 就会说 哇 头很乱 又或者觉得自己污轻了很多 但是老人家就说 生完仔不要洗头 那这个是一个谋误啊 还是真的不应该洗头呢 嗯 其实呢 应该这么说 我们要很多谢上一代 一些宝贵的智慧的经验 和我们分享 其实老人家说 不要洗头 是避免了产腹着凉 冷倒 哦 那这个呢 对一个产腹呢 是那个健康 重整健康 这个好机会呢 是一个 杀手来的 嗯 所以其实一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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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要筹备很多东西 还有他们在水平以前说 不做就最安全了 所以他们也是出于爱心 给媳妇或者自己的女儿 你不如不要洗 但是我们现在现代妈妈呢 我们都有一些规范的 OK 就是我们会叫妈妈呢 衡量回 譬如她产后呢 都会 唏嘘啊 血药啊 就会可能有出现头云的症状 OK 那我们都会叫妈妈呢 就稳定了她这些状况先 没有这些状况出现了 那她其实可以去洗头的 OK 那当然不是说今天生了 就立即洗 明天就去洗头 那可能 如果能够忍受到 譬如一个星期后 OK 自己精精神神 那就可以去洗头 但是洗头来说 当然都有些技巧的 那我们譬如说大家都听过姜水这件事 是的 这个小提示其实都挺重要的 那婆婆妈妈的意见其实很好 因为姜水呢 它本身是有一个热性 就是令到你淋在皮肤的时候 毛孔没有那么容易入到风 有一个驱风的作用 大家知道姜是有驱风的作用 是 所以我们无论产妇去洗头 或者洗澡 可以前后用姜水去帮自己 嗯 还有技巧性 不要说慢慢冲 时间快一点 可以掌握 而且一定要一洗好头 立刻吹干头 是的 就不要让它自然干 这个也都不 将那个冷度的程度 尽量减少 嗯 令到自己伤风感冒是没有的 是 这个巧妙就是用姜水 用姜水 重要的环节 洗头也可以 没错 甚至洗手也可以 对 对 除此之外 在洗澡方面要留意 还有没有铲后 除了饮食 生活的有什么小提示 可以教一下新人妈妈 一个产妇 其实生育完之后 它的子宫位还很大 是 未慢慢收缩到原本的状态 其实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譬如弯腰 蹲下 或者拿一些重的东西 都不适合产妇做 所以家人的协助就很重要了 是 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女士都不值得 但是就要很注重这些东西 是的 所以扶嬲嬲也要有技巧 也不要说 弯低身在嬲嬲床 就这样 拿嬲嬲嬲出来 都要有一个基本的动作 正确的动作去扶嬲嬲 没错 你绝对聪明回答这些问题了 为什么呢 我们也会和妈妈介绍 就是说 如果嬲嬲嬲嬲 妈妈第一个最紧张 或者吃奶时间又很紧张 就会冲到床嬲 立刻弯低腰拿出来 这个是很自动的 可能充胖嬲00 我们常常给一些专业意见 妈妈 嬲嬲嬲嬲嬲嬲 weise没有 coalition带来说話 意思 所以才 се继 面对生态 妈妈 pantalla坐好 家人就已经保护很奇智 安抚好妈妈 stell起来的时间 放嬲嬲给妈妈给说牛奶 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很多人还要做示茸 可能他也想跟人溝通一下 所以爸爸或家人協助一下 看看孩子有什麼需要 也是幫助產婦 都是一家人通理合作 大家要記住 我們再說媽媽的身體變化 剛才盧小姐提到會脫髮 所以會有中期的湯 會有手污 去補回頭髮 為什麼生小姐會脫髮? 一般來說 血氣差的人 腎氣不足的人 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在中醫師的角度來說 腎氣好 養血那方面好 養份夠好 其實這些情況 都不會出現得很嚴重 但是因為 在周期盛一個懷孕期間 媽媽水液代謝 或者嬰兒拿了媽媽很多營養的因素 種種原因 令到一個產婦 在生育之後 會出現白頭髮更多 甚至乎嚴重一點的 就會脫髮 所以我們在食療裡面 加入了手污 幫助媽媽去做好些情況 有個好的條理 其實脫髮只是暫時的 就不會一直會惡化下去 沒錯 只是暫時的 短暫的時間 去做好 掌握好這100天 去做好這件事 過了太久的時間 你的吸收能力已經低了 所以你時候才去補償 過了100天 當然 你說我們平時的湯水 會不會大家都 我們中國人很喜歡喝湯水 熬溫液的湯水 喉嚨都沒有那麼確 當然有這個作用 但是在最弱的時間 去拿到最適合的東西 你的吸收量就會好很多 攝取量就會好很多 所以要把握時機 沒錯 調理生子 以及如何產後一個很好的保身 就要在適當的時候 立刻去做這件事 沒錯 事後補救可能真的會差一點 會差一點 是的 今天很多媽媽 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學到很多重點 原來產後條理 真的對媽媽那麼重要 所以不要只說 一心照顧孩子 真的忽略了自己的身體健康 所以爸爸又要多些關心媽媽 好 我們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再次多謝盧小姐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下次繼續跟我們 說多些產後其他條理的心得 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 媽保天地 拜拜 拜拜